你赢了 你赢了 我已经让日桓放弃上市了 但为什么 您要此日呢 我走 比你走要好 说到底呢 我还是个生意人嘛 我最擅长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之前我觉得 保住日桓 就可以给我们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 现在既然做不到 那就应该为公司留下一个 像你这样的人 可知 有些话我只能以现在的身份才能说 你对金城的意义 比金城 对你的更重要 我当初进公司的时候 您不是这样的 是 是啊 有时候我经常看着你 就会想起我们的过去 会想起我们之间 一起并肩作战时候的自己 不过人嘛 总要往高处走的 到了那个位置上 牺牲一些人 就会成全一些人 不知不觉的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离开 对你是个机会 等你到了那个位置 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 当然 当然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继续做的话 可知 再见 好 我正好 我正好 我去吧 吴总 吴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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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吴总 吴总好 吴总 何总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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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这就是您新的办公室了 李总 他已经接替了区总的位置 这个办公室留给您也是李总的意思 如果您不喜欢 我就去别的楼层 给您找一个更好的位置 不用麻烦了 那就不打扰您了 对了 李总在楼上等 这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老吴 恭喜喽 你也应该看出来了 这公司上上下下的人 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啊 他们说你才是 这公司里最聪明的人 你早就看出了 吴总和李总想要把曲总弄走 提前把对账好了 扯淡 老吴 你有那脑子吗 别老冷个脸 您看 从进公司那天 我就想坐在这张椅子上上班 可现在再看看 这把椅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舒服 只要做得问心无愧